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 之前在奥斯卡横扫几个奖项的 《上楼寄生床》这部片 《夫人和穷人之间的故事》 其实是非常真实地反映我们社会的现实 和今天的经文 正正关于富与朋友有关 这部经文教导我们 好像阿郭一样提醒我们 当时仍然有一些偏重富有的人 按着外貌去代人 如果你看到有关于一些报道 就是关于全球最有钱的1%的人口 其实原来是占全球的总财富44% 这个报道就是在2019年 是关于瑞士信贷银行的发布 原来社会上 其实一直存在着富有的人 贫穷的人 而贫富懸殊 其实在我们社会上 一直都存在 只是指数高和低的分别 所以其实今天的经文 都正正告诉我们 其实最重要的 不是没有了贫穷的人 而是最重要的是我们 如何去对贫富的态度 而其中一个最重要的 我觉得就是要尊重 就是无论他的出身 种族、性别、口音、肤色 其实在上帝面前 都是平等 我们是一视同仁 不但不以外貌取人 我们不会偏私 好像经文那样说 见到有钱人就叫他坐 见到穷人就叫他站在一边 这个绝对不可以 所以亚角就谴责社会上 那种种种 阿虞奉承的态度 其实最理想的 当然我们就是不分 富和贫 因为当我们一分的时候 其实很容易引起社会上 很多不公平的对待 或者造成很多社会的矛盾 甚至引起很多的纷争 所以大家都会明白 为什么今天社会上 很多不公平的事情 是日趋严重 而大家都知道 其实在香港 我们整个的贫富如恕 其实都是很严重 所以盼望这个经文 对大家有所提升 我们一起投稿 周天父我多谢你 求主你都让我们明白 我们其实同样都是被主理所埋属 我们在主的里面 其实都是从新的人 是新造的人 我们都能够在主的里面 我们是无分彼此 我们一同的 都是被主理所蒙爱 所蒙月立 所以求主帮助我们 都能够以主理的眼光 去看待每一个人 多谢主你 听我的祷告 祈祷奉耶稣的名 阿姆 今天齐来灵修 两分钟到这里 愿主自福祢 好